今天Sakai藤圆号蓝色的真假对比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目前莆田哪个工厂会做的比较好 比较接近于正品 让大家说一下一些不一样的点 一些鉴定的或者说是一些差异画 差在哪里 哪些版本是不能碰的不能去购买的 哪些版本是属于值得购买的 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有四个版本在 其中有一个版本它是赠品 然后另外三个版本是其他工厂 就是其他厂家所提供给我们的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一一的去做一个对比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带扣子的 带扣子这一个它是属于赠品 然后后面那三个版本就是不同的工厂 所提供的一些样品吧 然后给大家去说一下 我为了简单的对比 然后等一下会依次取一支 给大家去做一个纤细的一些对比 好我现在把它各取一支给大家去对比一下 然后有四款 然后左手边它是赠品带一个扣子的 就是公司货 然后右手边的是三款 它不同工厂所提供的 我们整体去看一下 它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色差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先说一下 这个是一号二号三号 这会比较好去对比一点 赠品它的一个鞋带跟麂皮的 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过度的是很好 过度的很好 没有太大的一个色差 然后一号的鞋带跟麂皮的一个过度效果也是比较好 会比较接近赠品 然后二号的一个过度就比较差 它的一个鞋面的颜色会偏深色偏黑色 然后鞋带的颜色也有差距 然后三号这一个就更大的一个区别 它整体都偏白色 偏放白色嘛 然后这三个版本如果对比下来的话 就这个一号是最接近赠品的 也是做的最好的 因为从麂皮鞋带这些色差上面来看的话 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 还是最接近的 目前来说的话 然后就是它前面这一块位置 赠品它这一块位置会做的比较窄 然后这种过度会比较好 圆润 然后前面这一块距离会比较短一点 一号这一个它也是属于有往前面去延伸的 然后这一块距离会比较短 二号这一块就不一样 它的材片会有点斜 它并不是做的很圆润 这一块材片踩的有问题 然后前面这一块距离会比较长 三号这一款也是一样的问题 也是属于这个材片 圆润度不够 然后这一块距离比较长一点 这是它前面的一个整体一个对比 然后蓝色的这一个这个数字 它是属于827 它不是233 233它是灰色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字体 从这边开始看 这是我们的赠品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号 这么对比的话就是 一号的这个字体跟正品的这个字体是很接近的 是做的很接近 那我们再看一下二号这一个 二号这一个字体呢 它有一个稍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这么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字体已经去到后跟外面这里来了 你看 去到外面这里来了 但是正品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字体是在里面的 它并不是往后面的 它是稍微靠里面的 但你看一下二号这一个字体 二号这一个字体 它直接就来到这外面这里 就是它的位置不对 它位置应该再往里面去移动那么一点点 这是二号 那三号我们来看一下 三号它这一块就稍微做得好一点 往里面去移动一点 然后其他问题就需要对比之下才能看得出来 其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刚刚说了前面这个色差的一个问题之后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大底 大底的这一个 一个色差 因为这一块也是蓝色的嘛 我们先要来跟一号做一个对比 正品跟一号对比的情况下 一号很接近正品 几乎是很 很接近 很难分出来 很难分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二号 二号也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它颜色稍微深一点点 也是比较接近正品 然后三号我们来对比一下 也是一样比较接近正品 也是比较接近正品 虽然都有色差 但是这一块地方做的还是挺好的 这三个工厂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字体方面的话 是一号最接近正品 然后二号它是位置放错了 然后三号也是接近正品 但是整体 我们要用整体的一个对比的话 是一号最接近正品 因为它的一个整个面料的一个颜色 各方面它是更加的完美 但二号它就是这一个脊皮 还有鞋带的颜色做错了 然后三号也是几皮跟这个鞋带的一个颜色做错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的话 就大家要下单购买的话 所以要去记一下哪一些是不能购买的 哪一些是可以购买的 因为市场上面其实卖各种版本的都有 什么版本什么工厂的都有 所以大家就很混乱 不知道怎么去去购买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 那今天我做这一期视频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说让大家更清楚的 哪一些可以去购买 哪一些不能去购买 不能购买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购买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想了解更多的 你就随时联系我们这边 或者说在下方的一个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